台中县政府主办2022风起园舞部落展演活动 首场的演出是在池上大波池登场 现场民众跟着动感歌舞开心的摇摆 县长柔庆林表示 县府重视原住民族表演的艺术人才 同时培育成发展的基地 风起园舞展演活动从30号开跑之后 将会持续到10月16号 也欢迎民众一同来欣赏同乐 表演者在舞台上带来精彩的演出 现场的民众也跟着动感的歌曲开心的摇摆 大家一起在大波池的池畔 享受悠闲的夏日午后时光 县长柔庆林也来到现场与民众同乐 并表示自8月1日起 将会陆续展出原住民相关的成果 欢迎民众前来观赏 那我们今年从8月1号开始 就是原住民日 我们将会把台东这几年的成果 在8月份一系列的展现 今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天 那也感谢好朋友 今天来到这里 跟我们一起来欢度 我们庆祝原住民月的各项活动 而参加活动的团体表示 透过活动可以让部落的年轻人 加入团体内 也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 蛮安慰的就是说 有这些接棒者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传承 我们也会觉得很欣慰 而县府原民处指出 这次的风起原舞部落展演活动 还结合了特色摊商以及部落游城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可以走入部落 为部落创造商机 这次的活动除了是展演之外 我们还结合了部落的时尚店家 还有部落游城 我们希望透过来这边旅游的朋友 除了来看表演之外 能够支持我们在立的产业 也支持我们台东县政府扶植的 这些时尚店家 原民处也表示 风起原舞部落展演活动 皆为免费观赏 民众还可以凭证件 兑换面额100元的嗨艺券 可以在现场的活动摊位做使用 每个场次限量发放500张 送完为止 记得肖家慧、陈继琳、池上香报导